这个男人是个猎人,他将自己绑在树上,充当诱饵,引诱的猎物是一只狼人。 队友将猎人拉到空中,不管狼人怎么扑腾,还是够不着他。 旁边的女猎人挥刀上前,狼人刚想转变目标,结果正中陷阱。 猎人举枪射杀狼人,不料手枪却意外脱手。 女猎人上前捡枪,结果牢笼跌落,狼人从里面挣脱,追着女猎人死死不放,前面就是万丈悬崖。 女猎人一回头,狼人已经扑了上来。 就这样,猎人坠入了崖底,两位猎人是一对兄妹,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。 家族仪式组是一名圣殿骑士,他曾经向上帝立誓,不敢走吸血鬼德古拉,家人永远不入天堂。 结果四百多年过去了,家族都快亡了,德古拉还活得好好的。 坠崖的安娜哥和女猎人安娜,就是家族仅剩的血脉。 他们猎杀的狼人,就是德古拉伯爵的仆人。 狼人失败之后,德古拉又派出吸血鬼新娘过来抓捕安娜。 就在吸血鬼肆虐之时,村里来了一位圣殿骑士,朝吸血鬼发起了反击。 吸血鬼踢倒骑士,抓住安娜飞向空中,骑士追上去拉住安娜,将他救了下来。 随着太阳出现,吸血鬼突然不见踪影,安娜和骑士小心翼翼靠近井边。 此时天色再次变暗,吸血鬼从井内窜出,再次抓走了安娜。 骑士瞄准吸血鬼射出了精准的一枪。 吸血鬼吃了亏,气势汹汹朝骑士冲来,结果被射成筛子跌进房间。 骑士走进房子,吸血鬼突然冲出,打落了他手上的机弩。 同行的修士扔来圣水,却被半路拦截,眼看吸血鬼袭来。 骑士捡起机弩,迅速冲向教堂,接着沾上圣水,再次朝吸血鬼开工。 另外两名吸血鬼感知到同伴遭殃,赶忙逃离了村庄。 骑士灭了吸血鬼,本以为村民会对他感激,不料却引起群众声讨。 以前吸血鬼每月只抓一两个人,现在骑士干掉一只吸血鬼新娘,必然引来德古拉的报复。 从此之后,村庄恐怕永无宁日。 村民的担忧不无道理,德古拉听说老婆没了,整个人陷入癫狂。 第一个要报复的对象就是安娜。 既然老婆因他而死,那就把他抓来给自己当小老婆。 德古拉派出狼人执行任务,自己则和老婆们躲进了洞房。 这里是一间教堂,安娜听到异动,来到大厅查看,头上似乎有水滴下,安娜一抬头,结果发现一个狼人。 安娜赶紧躲开,再一转身,哥哥竟然出现在面前,原来他坠崖后并未死去,而是被德古拉抓去,改造成了狼人。 变成狼人后,就会失去心智,六亲不认,还好骑士及时出现,吓跑了狼人。 安娜眼见哥哥受苦,和骑士来到德古拉城堡拯救哥哥,两人走进昏暗的古堡,这才发现德古拉和老婆们生下了一大堆吸血鬼幼崽。 吸血鬼本来就是死人,生下的幼崽也是死尸,两人在卵巢间穿行,没想到楼上的德古拉正在进行实验。 他将安娜哥绑在椅子上,然后引来雷电之力,给幼崽们充能。 电力传到卵巢后,吸血鬼幼崽纷纷破巢而出,两只吸血鬼新娘,引着幼崽们直奔村庄而去,这一下,村民全都成了食物。 紧急关头,骑士那边来了一出斩首行动,他从天而降,将银匕首插进德古拉心脏。 然而德古拉修为高深,不管银匕首还是十字架,全都无法伤他分毫。 安娜独自来到高台,想要救下哥哥,不料哥哥狼性发作,瞬间没了心智。 骑士听到安娜呼救,赶紧上楼救人,他将绳索射进大树,接着抱住安娜朝对面荡去,哥哥此时已彻底变成狼人。 他学着骑士去拉绳索,结果绳索锻锻炼,跌进了深渊。 骑士和安娜逃出古堡,来到一间废屋碧雨,没想到地面突然塌陷, 让两人跌入地底,地底有个怪人,看上去块头很大,战斗力却是个战武渣。 骑士一询问,这才知道,对方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科学怪人。 一年前,弗兰肯斯坦创造了他,德古拉听说之后,打算将他带走,把他变成吸血鬼幼崽的能量员。 科学怪人带着弗兰肯斯坦逃到楼顶,没想到村民把他当成怪物,纷纷投来火把。 就这样,科学怪人被埋葬在大火之中。 这场大火没能烧死怪人,怪人逃进地底,躲过了德古拉耳目。 没想到骑士的到来引来狼人的注意,骑士担心怪人被抓,决定将他送去教廷。 为了避开德古拉追踪,几人兵分两路,安娜带着怪人前往教廷。 骑士则洋装上路,吸引敌人注意,很快吸血鬼新娘就追了过来。 车厢在打斗中跌落悬崖,吸血鬼新娘想救怪人,不料里面藏着的却是机关。 骑士重新和安娜取得会合,此时狼人也追了过来,车厢上燃起熊熊烈火。 骑士提醒大家跳车,接着朝狼人射出了银子弹。 中弹之后,狼人恢复了原貌,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。 骑士在战斗中不慎负伤,中了狼毒,就在安娜不知所措之时,吸血鬼新娘却再次出现,将他抓了回去。 连番战斗下来,骑士已经爱上安娜,他无法就此离去,于是将怪人安置在一间废弃教堂,自己则带着修士去德古拉城堡救人。 让他没想到的是,教堂附近竟然藏着德古拉的爪牙。 这里正在举办宴会,别看他们穿的人母狗样,其实都是一群吸血鬼。 安娜是里面唯一的人类,所以镜中只有他的身影,和他跳舞的就是吸血鬼德古拉。 德古拉露出獠牙,打算将安娜变成小老婆,就在此时,骑士赶了过来。 安娜虽然被救下,藏在教堂的科学怪人,却被德古拉爪牙抓住,骑士顾不上救人,带着安娜破窗而出。 几人跌进一条河流,德古拉手下恰好带着怪人路过,骑士追不上船只,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带走怪人。 天亮之后,几人重整旗鼓,回到了古堡,然而那里却空空荡荡,德古拉已经撤回了老巢。 几人在古堡一番搜索,最后终于发现地图后面别有洞天,表面上看是一面镜子,其实却是一个通道,可以进入吸血鬼老巢。 几人进入镜中世界,那里正下着大雪,城堡大门紧锁,无法进入,骑士催动体内狼穴,几个跳跃带着同伴进了城堡。 走了没多远,就遇到德古拉军师,骑士逼他说出狼毒解药所在地,接着便和安娜兵分两路,安娜去盗取解药,骑士去拯救怪人。 骑士来到楼顶,德古拉已经启动实验,怪人被绑在椅子上,吸收雷电之力,骑士上前给怪人解绑,不料闪电,却正好袭来。 第一道闪电,没能完全唤醒幼崽,德古拉发现骑士的到来,飞到楼顶将他踢飞下去。 随着第二道闪电劈下,幼崽再次清潮而出,要想阻止吸血鬼泛滥,唯一的办法就是干掉德古拉。 此时午夜的钟声响起,骑士体内的狼穴开始发作,他从普通人进化成了狼叔。 德古拉也出现原形,狼人和吸血鬼展开了一番恶战。 德古拉不是狼叔对手,交战中节节败退,眼看就要被狼叔手撕,结果月光被挡住,狼叔瞬间恢复人形。 德古拉以为胜券在握,步步紧逼,然而月光很快复原,终究还是被狼叔手撕。 手撕德古拉后,狼叔完全失去了理智,安娜带着解药过来救他,结果却被一把扑倒。 解药倒是成功输出,但是安娜却被误伤致死,狼叔暴起安娜仰天长孝,命中注定他只能当个光棍。 狼叔将安娜一体火化,天上出现一家人面容,这一刻整个家族终于魂归天堂。 看完这部范海鑫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疑问,狼人真的能干过吸血鬼吗? 剑娘对此也表示怀疑,但是有个答案是可以肯定的,狼人未必干得过吸血鬼,但是狼叔嘛,那就另当别论了。 继续五